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灌病确诊的病例在中国武汉市首次被发现 很多人怀疑它由活体动物市场传播 后来蔓延到世界各地 并导致近700万人死亡 谭德塞4月6日在世卫组织成立75周年的新闻发布会上 被问到有关灌病起源的一个问题时 在中国与世卫组织分享它所掌握的灌病起源讯息之前 所有的假设都仍然摆在桌上 谭德塞说灌病在三年纪前首次出现 在取得中国方面的完整讯息之前 你不能够说这是什么原因 他说所有的假设都摆在桌上 这就是世卫组织的立场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直要求中国在这方面跟我们合作 谭德塞说 如果他们愿意这样做 这样我们就会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 或者它是怎样开始的 另外 谭德塞也说 他议计世卫组织将在今年某时候 宣布灌病不再是全球公共外生紧急事件 不过他并没有给出具体的时间表 世卫组织在2020年1月30日宣布灌病为国际关注的特法公共卫生事件时 在中国境外只有不到100个病例 同年3月11日 世卫组织将灌病疫情定性为全球大流行 世卫组织的专家委员会 将在5月份就灌病大流行状态再次召开会议 上个月 中国科学家将灌病大流行的早期数据 短暂上传到一个国际的数据库 这个包括2020年1月份在武汉的华纳海鲜市场 采集过1000多个 环境样本和动物样本中发现的基因罪裂 武汉是已知首个灌病的爆发地 一支国际研究团队说 这个表明这些动物的物种是灌病最可能的传播途径 但是在这个星期 自然雜誌发表的一项 未经同行评审的研究中 中国的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科学家 对国际团队的发言提出了意义 他们说这些样本并不能证明 这些动物确实感染了灌病 而且他们是在华南海鲜市场首次出现人住人的病例之后一个月采集的 因此即使他们的灌病检测程阳性 这些动物也可能是人类在那里感染的病毒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总裁 格奥尔基尔华说 作为发展中国家最大的商品债的人 中国需要证明 他能够在既定的国际债务减免程序范围里面 为难以还债的穷国提供援助 格奥尔基尔华星期四 接受彭博电视访问时又说 中国迟迟没有意识到 多边债务重组 需要中国遵守已经确立的规则 现在中国是事有证明 自己能够遵守这些规则 以西方传统债权国为主的巴黎俊乐部 在2020年底 和中国印度和沙特阿拉伯 等新兴的制权国 达成一个共同的框架 同意按照一国一义的原则 重组困境国家的债务 但是这个进程一直遭到拖延 而中国一直不愿意提债务减免 格奥尔基尔华上个月在中国说 世界迫切需要更快更有效的程序 来重组脆弱国家的债务 虽然他表示非常欢迎中国 参与共同的框架 和全球主权债务延长会议 但是包括世界货币基金最大的股东 美国在内的很多西方国家 指责中国在提供债务减免方面 拖拖奶奶 习近平和马克龙密之音共进晚餐 法国总统马克龙在4月7日继续第三天访华之旅 他今天已经抵达广州 访问了中山大学 路透社发布了马克龙自访中山大学 同学生们握手文号的照片 根据日程的安排 马克龙在做访中山大学之后 在晚上与国家主席习近平 在广州重演非正式会晤 一起品茶 欣赏古琴局高山流水 如意深长 并且共进晚餐 其后 马克龙再出席了一场中法投资者的会议 并搭坐专机返回法国 马克龙今天邀请习近平 明年回访法国 马克龙在4月6日 与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来恩 分别与习近平举行了双边及三边的会谈 马克龙表示 期待中国能使俄司恢复理智 让所有人反悟谈判着想 中法双方也达成了协议 让空中巴士公司在中国开始第二条组装线 中法这次签订了大量订单 根据法国总统爱丽社公的公告 法国和中国签署了联合声明 一共一样51点 其中占据主要位置的 是涉及加强政治对话 促进政治互信 其中 还第一次涉及法国和中国的军事合作 相比于对马克龙的接待 对逢德来恩的接待就简单得多 习近平并者说 谁指望中国在台湾问题上妥协退让 简直就是痴疾妄想 中国大陆制裁肖美琴 中国大陆继一年三日 在台湾海峡中北部 联合巡航巡查的专航行动之后 广东海事稿发布了航行警告的通知 4月7日11点至15点 珠江口部分海域 进行舍弃训练禁止逝任 而今日正值 台湾总统蔡庆文出访反台日子 中国大陆对岸相关的舍弃训练 引发了不少关注 另外中国国台办宣布以台独环股份子名义 对台湾驻美代表肖美金实施制裁 并且对远景基金会 亚洲自由民主联盟 采取成绩的措施 制裁措施包括 严禁烧美琴及国家所 进入大陆香港及澳门特别行政区 禁止其金主和关联企业 与大陆组织个人合作 并采取其他一切必要的惩解措施 依发终身追责 国台办发言人说 肖美琴合阳自重 以美谋独蓄意挑动两岸的对立对抗 势意破坏台海和平稳定 进一步暴露他 命返不发的谋逻本性 对此台湾陆委会表示强烈的抗议 并说台湾政府将持组关注 适时反制 而肖美琴得知自己再到被制裁之后 在个人的推特上发言直呼 哇!中华人民共和国 又制裁我了 这个已经是第二次 台湾民进党籍立委 黄美威就直言 如果强力维护台湾主权 就要被列入黑名单 这是自由光荣的勋章 相信全台湾人民 都会是肖美琴最有力的后盾 此外 中国外交部宣布 对美国哈德逊研究所 列根图书馆及其负责人 采取反制措施 并决定自职人起 开始实施 马英九结束大陆制造交流之旅 前台湾总统马英九一行 结束访问大陆之行 7日之内组11点15分 搭乘中国国际航空CA195版机 从上海的普通机场返回台北的桃园机场 预计到达的时间是11点25分 如同3月27日接机阵容的安排 今天 由中国大陆国台办的副主任陈玄峰 上海市委常委 市委秘书长张维 上海市台办的主任钟晓敏 上海市台办李耀东宋基 马英九步上原梯后 在机舱的门口 转身向大家揮手道别 美国国务院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访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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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湾立法院星期五 迎来44年首个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访台 据台湾传媒报导 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马可宜 星期五率领跨党派议员代表团 拜会台湾立法院 并进入议会二楼的贵宾席 观看议院开会 台湾立法院人时指出 这是台美断交之后 台湾关义法生后44年以来 第1个公开进入台湾议会场地 参访的美国国务院外交事务委员会访问团 访问团在台湾期间 还将和刚刚从美国返回的总统蔡英文 以及副总统赖政德会面 接受台湾立法院院长邮舍均 外交部长吴超市的宴请 并针对各项台美众议题交易意见 最后说徐州封院铁链女案件 中国法院星期五4月7月1审算判 以虐待罪和非法拘禁罪 判处江苏徐州封院生育8个小孩的女子 即是铁链女案件中的其中一名被告 即是女子的丈夫董志文有其读刑9年 另外5名被告因为拐负败罪 分别被判处有其读刑 8年至13年外交罚款 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微信公众号上通报 1998年年初 被告人时立中 桑合柳以医病的名义 将受害人小花梅从云南省复公园 指利夹乡 雅谷村 拐骗至江苏省的东海医院 后来 他们两人 将小花梅 以人民币五千元 卖给这个院的农民徐某东 徐某东 涉嫌犯有收买被拐败的妇女罪 不过 因为超过追诉的时候 依法并没有起诉 小花梅和徐某东 共同生活至童年五月上旬之后 去向北明 童年的6月 被告人谭爱庆 及其妻的李某龄 将在河南省下入园 落习香花壇村 发现并收藏小花梅 以人民币三千元的价钱 卖给被告人霍永渠 霍福德 而霍永渠和霍福德 将小花梅带到封烟的宽口镇 经过刘某署的介绍 以人民币五千元 转卖给董卓庚 以及他的儿子 即是被告人董志民 被告人董志民 将小花梅带到董习村的家中 共同生活 刚刚去董家的时候 小花梅生活基本上能够治理 能够和人家交流 但有时存在痴笑 目光外震等的表现 1999年 两个人生育了长子 2011年至2020年 两个人先下生育了七个子女 2012年 小花梅生育了第二个儿子 第三个儿子之后 精神障碍症的症状 逐渐加深 2017年 生育了大陆的小孩子之后 病症更加明显 期间 董志民 只是在 2013年上半年 带着小花梅 去轮延的乡镇医院门诊 开药治疗 后来 并没有再送医治疗 2017年7月治案发展 董志民 还对小花梅实施了布条成熟菌绑 用贴线锁着颈部 这样的虐待和拘救行为 期间 小花梅的饮食器具 得不到正常的保障 经常眼恶和受冻 居住的场所 无水电无阳光 生活的环境十分恶劣 董志民的虐待行为 致使小花梅人生健康 遭受重大伤害 经过监定 小花梅患有精神分裂症 被评定为精神残杀而耕 法院认为 被告人董志民 虐待家庭的成员 情节恶劣 构成虐待罪 而且 令小花梅患精神分裂症 不可逆转 具有致被害人重伤的家重情节 董志民 非法剥夺了小花梅人生自由 构成非法拘禁罪 依法应该数罪并凡 另外发言亦说 被告人时立宗 苏合柳 谭外庆 霍永渠 霍佛德拐卖父女 造成延续后果 构成拐卖父女罪 被告人董志民 时立宗 苏合柳 是被捕后坦白 而霍永渠和霍佛德 属于自首 依法可以从轻 减轻处罚 谭外庆是女犯 依法应当从重处罚 小花梅的名字 本名是杨庆俠 他被铁链锁在家里的视频 2022年1月曝光之后 震惊了中国社会 妇女的权益和人口拐卖的问题 亦成为了中国的舆论 热议的课题 而封院的院委书记和院长 早前因为失职失责而下台 另外 还有15名封院现任和前任的官员 工作人员 因为虐待行为 失管失策等问题 而受到了处分 好 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为止 我们明晚同样时间再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